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思考環保這個議題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像過去的前個年代 或者是四五年前 我們在討論環保生態議題的時候 當我們在想到了經濟開發 經濟成長的時候 把環保放在經濟這個議題的對面 把它當作一個絆腳石 當作一個障礙 已經不能這樣子了 我們看到國光實話的問題 你就知道 我們已經把環保這個議題 放在跟經濟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 它是你的左手跟右手 當我們在思考經濟的時候 一定要考慮到環保 當我們在談2030的時候 可能要更往前思考 更前瞻性 把環保不只是優先 而是環保是一個立國的基礎 是一個永遠最重要的文化政策 環保是基本環境教育派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有環保才有其他 那面對2030年 我們要怎麼做才是一個有智慧的做法 我們給幾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的話 我們那個浸入的15%要好好的保護 其實政府是蠻富士的 蠻富士這個百分之 這個浸入 這個國際 我們祖先就這樣非常多 非常多的浸入 這個浸入 可以環繞我們地球的赤道 可以環繞一千半 有這麼長的浸入 那這個用浸入的保護 把水再拿進來 什麼時候拿 洪水有時候拿 如果我們洪水不拿水 我們就會有這個洪災 那拿進來以後要拿哪裡去 我們非常需要小的湖泊 我們非常需要小的池塘 我們非常需要兩米高的水庫 我們台灣的水庫大部分都很高 你越高的話你風險越大 變成在河川上 你上面會有土石流 我們要把我們的水 帶到我們的陸地上來 我們營造小的湖泊 小的池塘串連在一起 這是第一個 我們需要做的 第二個 我們自然界裡面 仙人掌是長在一個很缺水的地方 所以仙人掌把大部分的水 怎麼樣呢 放在他的植株的體內 我們將來的都市本身需要蓄水 就像仙人掌一樣 我們把他們的水留在都市裡面 你都市需要多少水 你本身需要把握多少水 工廠需要水 工廠本身在設計的時候 你本身就需要把水給留下來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將來我們可能不能走水庫的路 我們不能夠再走 操作地下水的路 但是我們要把水 引到我們的陸地上來 讓呢 引到一些小水域可以來保留 我們還是希望 所有的生產模式 在2030年的話 早期像我祖父時代 也沒有前好去 用深水井來抽地下水 所以說當時 我有五公頃的農地 我都記得 我都非常記得 我祖父的時代 它就是三甲地種甘蔗 因為漢座比較不缺水 它真正種水田的只有一甲多而已 也就是說其實在水不夠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農家人來講 我們會自己想辦法 這個不是靠老天爺 這個是你要活下去的唯一方法 你就是要適應環境 另外一個 現在的風乾作業 其實我們也是很擔憂 其實像池上目前風乾作業 還是以燃油系統為主 一天大概浪費 一萬公升的柴油 其實我們看到都有點低血 其實如果可以改用粗糠 當我們的燃油 還有一部分用日曬 其實這一萬公升燃油 其實是可以省下 而且以目前的方式 是非常足夠可以把它克服的 所以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努力去做 就是說我們要減減減 減就是簡單 讓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很多簡單的事情 它就是需要滿足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它是減法 就是說有些東西它可能太過的 我們通通都把它減掉 就是那個減 不是把它減到零 然後就是把它減法 把它減少一點 那另外第三個減是減到的減 就是說你如果有些東西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減掉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是說 你在環境裡面扮演的角色 你可能會更知道 比如說我們在每天都要吃東西 那如果說我們都能夠注意到減減減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知道是說 食物里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盡量吃靠近我們近一點的食物 不要吃從很遠的什麼美國 或者是西伯利亞來的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可能就減掉了很多的食物里程 所以從食物里程它從 就可以談到能源的使用 還有包括到我們的其他的用品的里程 未來這20年一定是靠原創力 那原創力其實我是覺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未來台灣這個產業結構 尤其是現在我們其實有很多優勢 其實我在各種不同場合常常跟大家說明就是 台灣已經做了60年的石化產業 40年了OK 40年 40年的石化產業 那我知道這造成了很多環境污染 但是這也其實有個優勢 在這個轉型的時候 這個石化產業其實 我們現在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石化工業 在我們這一邊 OK 那未來如果要做各種不同的回收體系的再利用 或者再研發或者再創新的時候 它需要有個根據地 那這個根據地其實我是覺得 在石化產業一定台灣不會缺席 而且未來的塑料的用量 只在成長 還是只有在成長 而且是急速急速的成長 所以我是覺得你根本擋不住這個洪水 你叫它不要做 但是它市場機制 它就是有這麼多錢可以賺 它不可能stop 那它可以搬去 如果我們 所以我說研發的東西 還有創新的東西 會希望能夠在台灣這邊產生 因為我們已經有很好的基礎 那對環境生態的確 早期絕對是對環境生態的壞的基礎 但是我們今天怎麼把它變成好的基礎 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想